好 台风的速度变慢了 所以对我们的影响时间会拉长了 但不管如何提醒所有的民众都要注意 像花莲七星潭海边这边 昨天就出现了五公尺的浪高 而上次土石还没有清理完沙石的秀林香 也因为强风在太鲁阁路口刮起了瞒天的沙尘 就好像飞沙走石一样 让后山的居民又再次绷紧神经 而目前呢 和平和这个中和几个春落呢 都已经强制撤存 巨浪拍打上岸 激起惊人浪花 花莲热门景点七星潭海边 星期二下午已经预警性拉起封锁线 就怕民众小看大浪的威力 虽然今天一整天 花莲的天气都是非常的晴冷 这时候我们可以已经感受到 花莲的风势是越来越强劲 随着天平台风带来的七级强阵风 整个海面呢 已经受到强风的影响 刮起了大浪 而在山区的部分呢 也因为强风的影响 已经开始有部分空气上的危害 海边起大浪 路上更刮起城暴 由于苏拉台风冲刷大量土石 在烈日曝晒后成了细小的粉尘 而天平台风的外围风势 让整个新城及秀林地区被非沙笼罩 太鲁阁口的能见度更不到50公尺 台风还没到 不少居民就已经受到影响 本月初灾情惨重的花莲和平 河中及河人等村落 为了避免意外发生 已进行预警性撤村 空荡荡的村子只剩下一两户 还在搬家当 另外同样受土石流危害的崇德 居民也築起沙包墙自保 家园还没复原 又要面对新的威胁 居民也只能祈求平安 以上是中市记者 陈志根 关正耀 在花莲采访报道